幸福好时光 昨天我才知道芒格的死讯 虽然也没有吓一跳了 因为他已经到99岁了 人已经到那么的高寿 就算你有整个世界的财富 你终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巴菲特在声明中表示 如果没有查理芒格的灵感智慧和参与 播客下不可能到达今天的地位 其实他讲的绝对不是异美之词 因为巴菲特虽然也擅长操作 可是他的逻辑跟理念 毕竟芒格有很大的作用 芒格是1924年生的 他一直被称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还有幕后的智囊 他们创造了长期投资的哲学 如果你了解巴菲特的股票的话 我是他的股东 因为后来我发现说 靠我的自己一个人的智商 恐怕也不太能够这么 进进出出的搞投资 那不如就遵循一个逻辑的法则就好了 巴菲特的这个播客下 他本来也算是借壳上市 本来呢在197几年的时候吧 就快要到80年时 大概一股可能还不到10块美金 那因为呢他比较好算 他都没有分过股利啊 也没有什么spirit啊 就是之类的 所以他的价格可以算得一清二楚 昨天我看一下哦 是一张股票是54万多块美金 那你就可以知道 就完全可以算得出来 这些年来他是以什么样的负利在生长 我没有说错 是8块多 那刚开始的价格有点模糊 反正也就是美金10块左右 那到现在呢是54万 你要是啊 之前你会觉得什么台湾房子涨很多啊 或者是通膨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当时买了 就算100块美金 好 假设你就是买了10张好了 那你现在有多少钱呢 你现在有500多万 不是台币啊 是美金啊 那基本上哦 就是他附近的人 只要相信他投资的 都变成了富翁 他跟巴菲特呢 是神仙组合 巴菲特今年也93岁了 那么两个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是在1959年 芒格的父亲去世 那芒格他是哈佛的法学博士 但是他也蛮挫折的 他曾经因为体育不及格 对就体育不及格 被从大学赶了出去 还好因为他爸爸也是哈佛的 又把他拉回哈佛 可以申请到法学院 所以聪明的人体育可能 四肢不太发达 就是不及格 这样也会被赶走 现在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那么芒格呢 后来就是在老家 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 他们是同一个故乡 然后就跟巴菲特 在那一年一起晚餐的时候 巴菲特当时打理的 只是在家乡的一个小小的投资公司 两个人一见如故 不过这时候还没有合伙做生意 一直到1962年 芒格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然后在巴菲特的邀请之下 后来呢就进入了在1978年 才加入了波克夏 跟巴菲特紧密的合作 把波克夏从一家平临倒闭的纺织厂 因为我说他是借壳上市的嘛 变成了投资界的巨头 那他用合理的价格 收购优秀的企业 巴菲特曾经说 我是那个承包商啊 那芒格才是真正的蓝图的设计师 他们的1972年的时候 就已经创下了一个成功的案子 是的 就是C's Candy 那个巧克力 我一直觉得它太甜 不过这不是重点 他们用2500万美元 买下了这家运营的 也不是挺好的公司 当时啊 这家公司 用台币来算比较清楚 当时买大概就是7亿多台币吧 但是其实他每一年的岁钱收入哦 还没磕碎的收入 只有1.2亿台币 但是后来 波克夏 有了C's Candy之后 这么多年来 他大概创造了600多亿的销售额 可能就是因为C's Candy的成功 巴菲特他基本上 对于那些民生必需品 刚需品 一定会吃的 是比较感兴趣的 包括可口可乐 巴菲特说 芒格让我放弃 就是因为做投资的人都喜欢买低卖高嘛 让他放弃以建价收购普通公司的想法 虽然这些会带来短期的利润 而是寻找一些出色的企业 用合理的价格买下他们 只要有人跟查理芒格聊天 就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而且充满远见的人 他的书每一本都很厚 那我看过了几本了 事实上 与其说他偏向于那些细节 因为他是学法律的 法律的人很容易看到那种羽毛 不太会看到大树 但是芒格他看到的都是森林 那么他跟巴菲特在60年的相处之中 没有争吵过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 总而言之 芒格的人生已经落幕了 他也把他的身家800多亿台币 全部捐给这个慈善的机构 应该是大部分捐给慈善机构 事实上他自己有九个孩子 那九个孩子在干什么呢 我们改天再聊 因为关于芒格的一生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并不是没有挫折 幸福好时光 哎呀 刚刚在那个节目之前 骂一句话 应该是没有传出去 好因为我们在讲软体的事情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他的本名叫赵志凡 对不对 对 然后他的笔名叫马克凡 他是一位天才儿童 写的这本书是原神的关键思维 不过首先呢 开始吸引我的是他的人生历史 我最喜欢天才儿童了 你从小是个天才儿童对不对 我自己会觉得说比较像非典型 就是像是说可能很多人认为从小学写程式 或是学写组装电脑 玩一些东西就觉得蛮特别的 当然我自己是把自己归内成比较非典型的儿童 是你从小对电脑什么时候开始感兴趣的 是有家庭背景吗 因为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其实电脑还算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那时候爸爸就是有工作的需求 有买电脑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把它当作一台大型的游戏机 对啊 那个时候大概才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是职业军人 你爸不是工程师啊 我爸不是工程师 我爸是职业军人 那他那时候认为说有碰到一些电脑的东西 是他要学习的 所以他也买了一台 然后他也就 所以那个就变成你的启蒙老师 对对对对 那时候是什么 该不会还在486吧 差不多Windows NT刚出来 Windows 95 NT那附近的时候 就是他也发迹不久的时候 比尔盖茨 因为当时还要下指令是吗 是 因为我学过那种 我486开始打字 所以学过也有那种开机指令 对不对 很复杂的啊 还要请老师教的 对不对 是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看着爸爸在那边玩 然后就觉得很有兴趣 然后我把它当作一个大型的游乐机来玩 所以就会玩像是仙剑奇侠传啊 这种就是游戏 那玩游戏的时候就发现到 就是游戏破关好累哦 然后能不能做一点事情 可以让破关变得更简单 我觉得说你中间有一点妙 就是 但是大家应该在玩那种任天堂式的游戏机吧 是 是不是 对对对 结果你试用电脑 在玩电脑的游戏 这也还是路径的不太相同哦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我觉得就是 因为在天堂你很难改他 但是电脑你可以去想某个方法 太空太空 没错没错 所以也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很棒 就是说他们 我们家也有游戏机 但是他们鼓励我多玩电脑 哦 真的是不容易的父母啊 他有远见 结果怎么样去破除 你就自己想写程式来破关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自己想写程式 然后我们家也有那时候也有那个播接上网 对就自己查资料 然后也有一个哥哥在念子宫戏 就缠着哥哥 那时候是一个表哥 有播接上网 对 是因为其实里面一定有人有需要 否则大部分的家庭那时候根本还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播接上网然后自己查 然后查了不会就去缠着一位表哥 然后去学 然后我们家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习惯是 就是爸妈会在假日或是休假的时候 带我们去书店 去阅读书 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会去 就是电脑的书那边去看 然后用这样自学的模式学起来 就小小一个小孩 去了一个不是童书的区这样子 对 但家里的人也都是非常的鼓励的 那什么时候你的电脑的才干帮就是被看见了 18岁就开始了对吧 其实在国中高中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就开始导入像什么电脑小老师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同学啊 可能要写一些电脑作业就开始会找我 然后差不多到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帮人家组装电脑 然后再写一些网站的程式了 你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金融危机的那个阶段是吗 我有点忘记 因为你才35岁嘛 我推算的时候大概就是 你18岁开始写网站的话 大概就是0708年 差不多 可能再早一点点而已 现在我都个人以我的年纪觉得0708年好像很近 但事实上你看一个小孩已经长成了 快要到中年啦 是没错没错 好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写网站写APP 有那时候使用那个开始使用电脑的人已经变成了绝大多数了 对对对 所有的上班族是一定要会用的 是 不然哪活得下去 没错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赚到一些就是帮人家写网站啊 形象网站的一些费用 然后还有帮人家组装电脑 对然后开始也碰触到一些 就是开始大家有察觉到说原来电脑是很重要的 我就慢慢的有碰到 所以你应该是就比起同年龄的青少年 因为靠着专场就开始赚钱 可以这样说 那好那么到了 但那时候是一个APP的时代或网站的时代啦 跟现在其实有发生过很多次的平台转移 你后来就是在20出头可能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挥达就开出400万台币要叫你去上班 那时候已经大学毕业后 对对对 那你是念土木的 对我是念土木的 因为我在我小时候很喜欢一个电影人物漫画人物是钢铁人 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扩真实镜 就是说他在电影当中可以在空中 然后摸到一个3D图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我就想说这些也是电脑啊 那我能不能去做 所以刚好就去研究了当时候挥达的一个很新的技术 叫Kuta 对对对那时候他才刚出来而已 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他能干嘛 挥达是我们真的知道他是今年的事情 对不对 很多公司这样啊 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从 因为以前打游戏就常用他们家显卡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马克凡 他就是赵志凡 那再讲他这个天才儿童的过程啊 好刚刚讲到了显卡 对 你是因为显卡被挥达看见了吗 其实是因为玩游戏所以用了他们的显卡 然后当时候还有所谓的超频 对所以还把他们显卡就是把他就是频率把他弄高 玩更好的游戏 那后来为了要实现我当钢铁人的这个3D互动的梦想 所以我就用他们的显卡去做一些技术的研发 对然后自己在家里这样子 然后就在电脑面自己搞自己想方法解决 对那时候其实已经是研究所时期了 所以就开始去上他们的去找他们一些开发资源 然后慢慢的就有接触到他们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他们的人就觉得你真的很适合我们这一行 对对对对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我那时候 你念什么研究所啊 也是土木 不是你对土木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啊 其实以前是想要成为像安藤忠雄一样的建筑师 他所有书我也都看过 是 他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流到肩膀的 就是我就想说跟他的造型一样 你想要学一个形式对不对 他很瘦小跟你长得不一样 对 所以后来你就还是想要当建筑师 你就没有去挥达 但是你自己在其实AI技术上 你根本就是跟着挥达一起发展的 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 平行在成长 对啊 因为那时候其实想法是 我可以用电脑去帮助我自己赚钱 然后也可以用电脑可以帮助我做一些新的技术的研发 那我根本不用去念志工系 我可能只要好好的念好一个领域 然后去旁听很多资工的一些技术的东西 其实你完全没有喝过羊墨水 对不对 可是你就一直不断的得到什么俄罗斯阿基米德发明战金牌 还有各式各样的大奖 其实我觉得也蛮感谢我的研究所老师的 因为他是土木系教授 可是当时候他看到我有这样子的专场 所以他给我的很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让我去发挥 所以像那个俄罗斯阿基米德大奖 就是我在研究所时期 我用VR的技术加AI的技术去做一个虚拟的旅游 那你的硕士论文写什么题目 我硕士论文写透过扩增式进于影像式3D建模 在土木工程的灾害应用 其实我觉得这题目挺不错的 对人类世界好像是有一些功能 所以还是有一些相关之处 可是这个问题会扯到说 那你什么时候你就放弃当一个 像安藤忠雄这样的建筑师呢 其实我后来是觉得我好像比较适合当软体业的 因为我念大学的时候 其实有跑过一两次工地 就觉得自己太瘦小了 你哪有瘦小啊 以前很瘦 我以前大概一百八然后大概五十几公斤 一百八十公斤他跟我说瘦小 那我怎么办 灰尘嘛 所以现在 加胖了很多 也还好啦 但以前这样的确是弱不经风 对不对 那有没有人跟你说你不出国很可惜啊 有啊 是啊 因为你这一看就是戏谷会喜欢的人才 那说不定你会创造另外一个新回答也说不定啊 是 其实那时候的确有很多的前辈或长辈都说 其实我 或许可以去国外念个书 可是当时候 因为我从小的经历就是透过网路线 学到全部的技术 所以我就认为好像 我好像不太需要用 真的去国外念个书 我才可以做国外的生意 跟你这样很瞧不起戏谷 小时候嘛 小时候 所以你就决定要自己创业 对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已经透过接案也赚到一些钱了啦 就觉得说 那了不起以后可能真的赚不到钱的时候再去大公司吧 你喜欢钢铁人是其实钢铁人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是 搞清楚他很有钱啦 是 对不对 对对对 没钱你不要想做那些有的事没的事 虽然他智商很高 但是按照那个故事也不是他一个人发展出来的 是是是 对啊 那么你很早就投入AI技术 不过听说在Track GPT还没有横空出事之前 其实做这个人已经很多了 是 那但是你讲什么大家都是一头帮帮的 但到2023年的时候 突然大家都懂了 因为大家看到实际的成果出现了 对对 我早期其实是在教电脑怎么看懂这个真实世界 因为刚才有提到我想成为钢铁人嘛 所以第一个很直观的就是想说 怎么用相机或用手机 教懂电脑去看懂这个世界 对那这就是开始我踏入AI的第一步 那现在讲法是影像型的AI 对然后后来在2016年 2014年的时候我开始教AI怎么去辨别我的动作 对然后这个也是拿到我其中另外一个国际大奖的题目 对然后到201617年的时候 我开始在做聊天机器人 对那时候在讲聊天机器人 2011啊 2017 2017 2017 201617左右 那时候大家还觉得说你在开玩笑 这应该不太有前途对 对对啊 所以当时候其实大家听到AI以为都是要一台机器人 是实体的机器人走出 对那很多人在做硬体啊 对当时候很多人在做硬体 对那直到2023年的时候突然间好多人来问我说 原来马克你以前在做的是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好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就算去什么OpenAI 说不定OpenAI人也很少我知道 其实应该你就是人家要的那种人才吧 希望可以 那请问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公我们现在手上有三家公司 一家主要是做会员经济的 简单讲就是用AI来经营会员 来帮助品牌帮助网红经营会员 然后另外一家是做自媒体科技的 因为现在人也很少 所以如何用AI的方式来经营自媒体 这也是我们在做的 那另外一家公司则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宏愿 就觉得说可以帮台湾塑造出更多的数位人才 所以当时也创办了一家数位科技 数位教育科技的公司 对然后就是做很多数位人才的输出跟培养这样子 怎么输出跟培养 我们教他们什么 我们条件什么 三件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一个数位人才 他基本上面在行销上面 在行政上面 在经营上面可以帮助老板的一些工具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导入AI跟短视频 在这两三年我们就是把AI跟短视频去导入 然后做实习计划跟做培训计划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马克凡 他是赵志凡 关键思维的作者 这书是原神出版社出版的 目前还没有讲到他的书 那书大家可以去博客来 或者是其他的网站去看一下 有一天会讲到你的书 但现在因为大家对他应该蛮感兴趣 他是一个天才儿童 而且他是应该是台湾最早在做AI的 有关于这个方面 为什么我很早就有一些接触 是因为我2016年在念中欧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 我同学 然后她那时候就每天还愁眉苦脸 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很妙 他还有一点 我不能说以这个小人之心 他说你要小心那个同学要来募资 因为只要愁眉苦脸的 都是很可能来EMBA募资的 然后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做VR 然后他是 他说他做了12年 然后有一天 就是这故事有一点长的 我简单讲 开学那一天 他就先抓住我 他在看觉得我年纪比较大 比较可靠 他就跟我说 姐啊我跟你讲 我今天才去领离婚证署 也就是说做到资金 你知道那个很烧钱 然后他又是做那个可能是硬体的 然后他说我今天才去领离婚证署 我觉得啊我烧了这么多钱 然后虽然一路也有人资源 然后到那个婚姻也没了 孩子也顾不到 我真的不知道我人生是什么 不过总共过了三年 他在深圳 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 我们毕业的时候 他的气色变得很好 因为他的公司用12亿人民币卖掉了 然后那个整个负债大概是6亿 所以还有6亿人民币 赚回来 赚回来 但是他有被绑喔 他现在还是那家公司走进 可是我就觉得了不起 就是一个女生 当然跟男女也没什么 可是他用他的青春 就是再做一个 就像你知道AI 当时完全不被理解的东西 突然有一天了 他发达了 就是他终于把 因为他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就跟你说的一样 资金不大做不起来 就一直在烧钱 终于把他 就自己突然从老板 变成别人的员工 我就看到他气色变得很好 而且手上也有一些钱 因为出场了 我想他前夫应该很后悔 真的真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你们AI的发展史这样讲 就知道中间有很多心酸的地方 真的 因为像我们一开始在做 其实AR VR AI 其实他算是 就是都同时间一起发展 相关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有热点 但是没有商务上面的这个出场应用 对 所以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 就是其实很多人会听不懂 甚至连我自己的父母都听不懂 对 跟他们讲 然后他们讲说 那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没有到很清楚 只知道一直在得奖 对 但是你知道就是那种 中间那种创业者的心酸 又不能放 已经做了一天成果 他又有一天也曾跟我讲说 早上人家有个某个董事长 投资公司答应他要投资 晚上喝醉酒来敲他家的门 你知道吗 好惨啊 不要开 千万不要开 报警 哈哈哈 他说他不会开 但是因为他知道 但是心里觉得 委屈 寒凉 嗯 明白 不过咱家现在也发迹得很好 厉害厉害 对啊 所以其实在每个国家 如果你真的要往那个地方去 中间都是 你现在应该体重会维持跟以前一样吧 哈哈哈 会慢慢的降下 好那再谈一下喔 那个刚刚讲的是帮大家做实习的计划嘛 所以你也想要培育这方面的IT的人才 对啊 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在国外出差的时候 就发现到 欸怎么好像比较年轻一辈 跟我差不多辈分或是少我辈分一点的 在这个产业人变少了 所以才想说那不然有机会 我就回来台湾做一家这样的数位教育科技的公司 对对对对 所以就那个时候差不多1516年的时候吧 我就做了这样一家公司 然后开始跑 所以才做了二十几届的实习计划吧 我们一季一届 对 然后这样做下已经做到二十几届 那培养了多少人 应该有个四五百人以上了 然后大专院校 他后来 你会觉得他教院校有时候 他的IT的教育是 其实远远跟不上现实世界的发展 应该 我换个方式讲就是 学校的IT人才跟商业人才把它分得很开 可是现在其实需要的是 领域人才跟IT人才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实习计划里面有很多都是 可能文学院的商学院的 或是艺术学院的农学院的 然后他们来我们这边学IT相关的技术 然后把它跟他的领域去做结合 对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要多发展这种这种跨域的 这是一种理想 因为现在任何的学科不可以 A跟B进位分明 没有这回事了 事实上连我后来 我现在在念历史学博士 有很多东西还是要用到 非常多的IT的技术 而且这是未来 那你自己在那边每天在那边挖挖挖 是能够挖到什么时候 没错 就像我研究所的时候 我们研究所老师就亏我说 别人在很认真的在爬就是看论文 然后我则是写了一支程式 让程式帮我去找到对应的论文 然后写出摘要出来 真的好厉害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省好多的事情 是 而且你你现在干嘛 就好像你在学数学要算一个东西 他就先写了一个程式 他不会像我们这样一个一个 是算那个possibility 可是你现在是做任何事情 你也想说我可不可以用程式解决 没错 所以我用这样的想法 就是去服务企业或做公司 或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题目 那你帮路易莎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们当初在合作的时候 是他们一开始要做会员经纪 所以我们透过像是Facebook Line 这样子的social media 让他很快速的收集到他的第一批会员 然后并且去做点数的累积 然后还有点餐 然后到后面的半自动化的AI行销 跟半自动化的AI点餐 这其实都是我们在帮他们协助在做的事情 对 可是你刚刚讲半自动化 我也有一些观察 现在你在台北市的东区商圈 或者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的那种美食餐厅 我已经都是用手机 扫码在点餐 但是我看见的就是半自动化 他常常后面那个付款或怎样 就是没接上 他或者点头让我点半天 动动又退出来 所以我每天都会骂几声 就是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落后的IT 还要搞这么搞我 没错没错 其实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在做IT的 或是AI导入或是数位导入的时候 没有做一个前期的规划 所以就是可能东倒一点西倒一点 导致整个体验很糟糕 对 那我们服务的客户 基本上面我们会顺过他的使用者体验流程 幸福好时光 我也还是觉得这个马克凡 他本名叫赵志凡 以他的天分 他实在应该是去矽谷 那当然他也做了很多 有很多国外的这个矽谷的合作单位 刚刚讲到了使用者的体验跟流程 也就是目前我们的IT技术 其实在帮忙服务业上还是有一些问题 那你做了什么 其实因为不论是数位IT或AI 其实大家现在都 就像我刚才前面讲 就有点分开壁垒 但实际上面在真的在导入的时候 你是要从使用流程使用体验 然后去切开说哪些地方可以导入 哪些地方不能导入 用这样的角度去导入 才有可能把事情给做好 所以像其实我前几天在新加坡 其实我们也是在看别的国家 怎么导入服务业 让它的流程变得很顺 对我们要到处去做考察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你觉得理想的 人家的理想的model 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 好我举一个最容易理解 当初在19年的时候 我们提出聊天机器人在客服上面 那个时候全部台湾的很多企业组都会问我说 哇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整个客服团队给砍掉了 我不需要用客服团队了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你的database 你的资料库要写的够细 然后呢里面的东西要够多 而且你需要有一个客服主管 在monitor那些AI 对也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因为我现在在用很多AI 在每个比如说银行的信用卡导入过程中 我都会生气 没错 忍不住会发火 因为它的语音还有什么 它不简单是搞复杂了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在导入的时候 就像刚刚淡如姐一直提到的 其实是要把简单的事情用数位放量放大 而不是用原本的流程 然后想说用一个数位工具 把它变得越来越复杂 对那因为机器 然后让顾客等待的时间变得更久 对那这样就会让大家消费者很讨厌 对然后雇主台湾的很多的品牌组 就会觉得说啊这是工具不好用 但其实那是流程设计错误 对还有有时候对语言的掌握也不佳 有时候你会一看 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公司的客服 第一句你打进来的语言 我自己因为不会去找我公司做客服 就我才发现说被其中一个主观改成说 我们这里不回答任何问题 就是我们只回答有关商品的这个问题 你干嘛先来个否定句啊 你到底懂不懂人情世故 但他们沿用那个用很久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把门锁上来 所以其实他必须有一些人性 否则只会让那个这些人工的 就语音机器人惹人讨厌 没错没错 我之前去演讲我都讲说在AI世代当中 最有价值的人就是他能够应对人情世故的人 因为不用应对人情世故的人 都可以用AI慢慢的取代掉 但是人的像例如笑容啊然后互动啊 这些都会变成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是不过我一直是相信着 虽然目前未真理想 可是未来是一直来一直来 唯唯曲曲弯弯曲曲 或者是一会前进一会后退 可是你总是要往那边走的 是是是是 AI绝对是大趋势啊 就是慢慢的AI会越来越聪明 他会看懂人类的情绪 然后也会了解到人类的全部的事情 那只是怎么应用而已 那请问那个有啊最近连那个AI的AV女優都有了 是对对对对对 这也是人类世界的一大发现 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么你在路易莎的黑卡中导入语音点餐服务 准确度已经到达99%你可以说一下吗 是 下次我会去尝试一下 其实他我们其实也是架构在巨人的肩膀上 背后也是用OpenAI的相关的引擎去做 只不过我们有去做特殊的优化 例如说把它的品项结构化啊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是单纯的用OpenAI的技术进来 我们中间还写了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AI 对然后两层的过滤让它的效果变强 你的天分你应该不甘于只用别人的程式吧 是对对对对 用别人程式是我们这些人 我们只是做电商所以我们用它的就直接外包这样子 但是因为爱与现实考量 如果真的要训练出一个这么强的模型 那不可能 资金不够 你现在是一定要用别人之力 只是因为你自己可以再加上你的创建 或者是以后就是本土化的推手 对我们现在的讲法都是一定是用世界级的AI当做核心 然后自己再写一个特别优化过的小AI在它前面当过滤 所以用这样子才有可能跟上整个时代的发展 其实也是趋势啊 什么AI现在不是已经在开那个APP商店吗 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可以在它的基础上面发展一个功能 是不是 它也可以牟利啊 一样的 其实就跟iPhone的iPhone的Apple Store是一样的 就是不可能人人都做一只手机出来 可是会有Apple Store大家在做自己的东西再做上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AI接下来的发展 就是有能够开发AI演算法技术的人 他会开发小型的AI跟大型的AI去做接轨 对那我们就是做这种事情 是 虽然我刚刚一直说他很可惜没有去矽谷 但是呢 他现在目前公司已经是在帮台北捷运啊 什么润泰啊 还有一些酒店集团在做一些有关于IT方面 或会员方面的规划 是是是是 对啊 因为其实在台湾像是我们饭店业的客户 其实他们是很想要导入全无人化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把它审查过之后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其实我现在在那个大陆的酒店有没有 不是最高档酒店呢 还是人人人嘛 他不会让机器人在那边跑 没错没错 其实大陆的所有的酒店那机器人送餐已经送到很科技了 是是是 我已经开始跟他们讲话了 对啊 但是他背后的资金投入也会比较大 是是 所以这就是台湾跟大陆型国家 美国或中国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是因为我有一天也遇到一个饭店的一个waiter 他就跟着那个 那大概四星级酒店啦 五星我觉得还没有用 是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跟你讲 那个机器人薪水比我高 哈哈哈 这有机会的 有机会 这个心里其实挺哀怨 因为他还是租用的嘛 对不对 可是眼看着这些东西是会慢慢淘汰 但人不会完全被淘汰 也许就是背后至少有几个人 是可以控制 因为就凡人必出不一样的事 而且凡机器也必有意外 没错没错没错 机器我最常讲就是说 现在都有自动门了 就是那个叮咚的那种自动门 那为什么饭店还要有门位 对 其实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温度还是需要在 但是如果比较低阶 或是比较初阶的这样子的服务 可以用机器或AI去取代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是他把我们的那个竞争能力集体一起推高 没错 就好像你在写那种什么统计学回归的公式一样 就是他中间那一个alpha值 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听不懂 因为最近我在搞这个 就是他已经把你的基本推高了 你不是从零开始的 你以后就算五岁开始学 你也不是从零开始 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没错 我们都会讲说AI时代出来 其实他让大家集体一起变聪明 对因为你很多东西你可以直接去问他 然后基于他的基础再去调查 对这样子 是那如果你今天完全都不去理解他 或排斥他 不好意思你是从零或零以下开始 是 但你我们的下一代 显然已经都站在这个上面了 对 你可能零开始 我们这一代是零开始 你们可能是二十开始 那现在下一代开始一百分是基本分 那你可以不懂吗 不可以 对一定要懂 像我们公司 其实大家都已经都开始慢慢使用AI 来帮助他写一些自动化程式 是 好 关键思维 马克凡 其实AI是已经进入我们大家的生活之中了 是 好那么请大家去看 这是原神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是 那个人 你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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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